到贴航线的话 整体是偏向了右侧 大一城跳不到 很远 然后十字路口也需要飘一下 有可能会被打拧 CTG SMS先跳 SMS这几兄弟 跳得好分散 对 东一个西两个北一个 在哪跌倒 在哪爬起 昨天FOM吃鸡的两句比赛 都是三打一 昨天Summer是首个倒地 第二句由他拿下 最终淘汰 说明进步 进步很大 是吧 虽然这一局确实他有 天命圈的因素在 这个确实圈也给了 他们这个防区 但是能够把握住 这样的一个机会 也挺好的 主要是会扣分也很重要的 是的 这种点位一般都拿不了 这么多的分数 主要也是因为 最后绝对圈的话 是正好两个满边 这个分也刚好都吃到了 对的 一分没给到篮圈 对 主要这几个队伍分数正好比较接近 就其实还是有可能会使用那种 我不给分的策略的 没问题的 也是牛海匹和天路打架的点 刚好FOM也能看得到 路空和天路 车上有一个争夺 博良跟焦阳 这两个人日常 但是顾刷还是被博良拿走了 焦阳直接去酒馆 高飘 这边的话先拿到房区 前面还有辆泡沫 朝着泡沫先去 但这个车没有刚那车好 但是也能接受吧 这边车其实很多 就是大概率平时都是能刷两辆的 两到三辆 经常看到焦阳和博良两个人一辆一辆急扑 然后开始滴滴滴 这去天路又全不错 是吧 又来了 是的 今天整个就很顺利 来看一下这个50米内造成伤害 ZYY是2204 小鬼是2155 小鬼的话是2074 数据差不多 相差不大 半天脸的感觉 应一个反坡在玩peak 是的 50米内都是天脸战了 ZYY打的纯净点 DT这一局刚吵直接向北去 因为天路它是有在外围放人的 所以DT搜的差不多 在三分半四分钟的时候 往里面去延伸就没有问题 直接接天路的顺位就可以 是的 在跳伞上的话 CEG和SMS 由于都是航线出端的一个跳路 所以说位置拉得非常接近 其实这局焦阳要提防一下的 因为它邻居是悟空 这种优势拳行 焦阳它一个人搜酒馆 它其实可以往北里面稍微的近一点 然后再去搜 就焦阳要溜的快一点 就悟空很有可能会在这样的拳行里面 提早去摩擦一下 它有个抓弹的信息 因为刚落地拿车的时候 看到你一个人往酒馆飘了 我知道你有一个人挂的这个地方 而且正好在我顺位之前 是有可能的 对 主要是天路的一阶段 它落伞的位置 搜索物资的位置 大家心里面太清楚了 焦阳这个位置永远支援不到的 就根本不可能支援到的 焦阳离队友将近1000米 是的 我们看到焦阳已经是和队友 在会合的过程当中了 对 阿童木是在这个小一的城口 其他的队友也是在赶过去的路途当中 目前是拿到了一个 圈中心比较好的一个位置 这就很明智了 先溜再说 Pero电场 这局多少有点难 你看悟空果然 他一定会抓到 他过去抓单了 他没有抓到 就像是先走一步 就是袁周明 如果你打掉他一个人 后面你竞选压力 以及你的防守压力 或者说最后决赛选的决策 你都会顺利很多的 对天鹿在这个点上 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 阿童木先填空头 勇敢者的奖励 一个人留在小一 可以啊 直接升级了 这种近战选手拿到Groza 这局就像战神附体一样 还带个三级套 他是不是扔下了个三级 扔下了个三级甲什么 是 换了一套 刚刚看的好像是有一点像 不知道是不是我看错了 队友离得太远了 再过来取也没什么用 这么肥啊 这局 富有 主输出位置 物资还是要好一点 你给突击手一套三级套 他混成概率就会增加 悟空是直接往里面进 进到低点长辽房去 但上面就一个人 小鹏 这边漏枪了 知道人并不是很多 那另外一头是DT跟17 在网区内行进过程当中 直接把小鬼给连打逮捕 正好是在圈边的一个位置 17其他人还在网区内行进 这一波 转移上的折损也是蛮尴尬的 DT5分20秒才动 才从钢场出去 这个对于17来说 可能是没有预判到的事情 因为DT作为一个第一顺位的队伍 他5分20秒还没走 所以才会遭遇到 这种圈边的一波打斗 掉了一个 这个也是没有预测到的一些问题 对的 DT这局是天鹿 他占了南边的点 所以DT是拿到了北边的位置 也是出现了四个一的分散 天地地在拿脚下的 所有的信息留下 太空人在看房子 这局其实东边是有很多可力用地形的 而且东边的山脉 你在打推进的时候 会比较输 天鹿太子棒 他们会说太子棒 都是太子 确实 小鹏比神童组合多一点淘汰 这个榜单只有三个人 这波这个竞技队的街车 I7一顺利倒了三个 只剩妹妹了 妹妹上一局第一个被淘汰 这一局活在了最后 看一下最后这个头是被谁拿走了 你到底是谁的好妹妹 位置锁定了 这波富M甚至都不用支援了 对吧 回去了 已经在其他路上了 搞定了 看了一下又回去了 因为刚才我们看到的点位太低了 外面还是想要在上面留一些人 但纪念一个二打一 好自信 就留两个人都够了 另外两个兄弟直接撤回去了 先尬住再说 不着急 妹妹会更着急 头顶有人 田弟弟这边是踩住了高点 我觉得甚至这个头 可能会被田弟弟捡个漏吗 他刚才已经捡了一个了 他把鱼人的头给K掉了 然后小海所以才会着急的出来 把怪兽的人头给收了 是的 同样也是因为这道头顶有枪 所以我两边都没有打得非常的激进 对吧 没有说第一时间 我就直接往前点去贴 对 Summer这边是换了一个S686双喷 看这波要快速处理掉了 是的 由于头顶有人的这个信息 4M的两名队员打得比较稳 尝试性能用道具去进攻 是的 拿雷排一排过点烟也是要屎上 妹妹这边也有手雷 换一个洗车房 爆闪前顶 前顶 这边看到空了 直到在隔壁 听到了投掣屋的声音 听到脚步声了 很近 就在背后 两次位置 一拉 这个应该是没问题的 会出现什么意外 Summer族是把妹妹的分数给拿了 而另外一次 HQ跟DT长条房打起来了 这不讲道理 直接顶过来了 请问换了一把喷子 75一把AK 说好的尊重声位呢 没有尊重可言 HQ对波打得很迅速 两方都有人数的互打 DT的队友还在支援的过程当中 人还没有赶到 经典75被补掉了 Savage也是倒地 那这一波就不用支援了 HQ打得非常凶啊 觉得自己的顺位比较低 要抢一个支点的好位置 DT接车没有接成功啊 直接在房子里面去守着 但是这种长疗房 对面道具打进来 相当于一点点防守都做不到的 又是一个4打2 只能说血亏 对在房子内就会非常的被动 这个就是前期分踩的风险 因为原住民队伍都会采用一些分踩的策略 尽量保持自己原住民的优势 但是这种分踩就是有这种 不讲道理的队伍 要抢顺位的队伍来跟你 来一手 你就像HQ和DT 以及RBS目前的分数的话 他们如果不搏个大的 后面就很难进入到前8的 目前HQ16 16分 如果今天能这个在后半局再往前到 比如说到90左右的话 明年还有的玩 对吧 19的出枪在YY倒地了 但是有细节先封好烟了 这波倒了也可以接受 挪车之前封烟 还不错细节做的 对的 RBS处境跟HQ差不多 对的 这个大哥不说二哥了 都是得今天来把大的 但RBS两个人这个山头随时可退 这个山头跟这个房子就不一样了 山头它毕竟会有过点 房子没有 直接开车顶脸 是的 想抓一个拉人的timing 速点了一波 有人在架枪 这波RBS可能要走了 因为还有10秒钟 圈形要刷新了 是的 占不到太大的便宜 柠檬也回到房区了 这波就等圈形的刷新 看合哪儿 其实捏着车的 看这个圈形火人 他们的预判非常的准确 缺责化往北走了 柠檬就挪挪车吧 等队友来就行了 RBS吃到了一个收入的魂蟹 它整个的背后都是着测 DDT很难受 因为刚才这个长辽房属于自己的站位 这种圈形给到了 但是人不在了 秦莫的盒子是珍稀圈 可能绝菜圈就在那个长辽房旁边了 没错 说实话牺牲两名队友换一个圈也不是 这个不太能接受吧 主要是换那个房子里去了 不太能接受 而且这个城里面又非常的复杂 悟空也在 两边位置拉得比较远 这个给了一下 交互这边大残 因为现在城里它不是一个必打的环境 我感觉悟空它可能会选择 直接把位置拉开 或许更多的信息 这马美丽真的是 一直在找机会的一个选手 是的 一个人看亮莹莹绕到背面 给DDT包围了起来 它这个点踩的还是挺灵的 那这样接下来上山的路是由悟空控制的 真要往山上去走 DDT会成为被反卡的队伍 是的 而它那个房子就很安全 又有围墙 对吧 又有这个二层 对的 有很好的一个视野空间 New Happy在竞选 正好是走到了一个弱侧 因为刚好圈形是一个往右上角的回切 这边一切的话 整个的这个右上角都是处于没有人的一个问题 而且山的位置很高 视野信息什么的也都有 准备在往圈内行进 对 由于是右上起 New Happy直接可以去右上的这个超级弱侧的制高点 是巨舒服的一个位置 也是特别擅长于New Happy这样队伍属性 同样也是因为反切的一个关系 天路的声音也被洗牌了 就本来是第一声音这个时候 其实也不是在一个特别好的位置 正好是卷在了城里 如果下一个圈形 因为三间段没有机制 这个继续把城往外排的话 可能城里要先搅起来 这个南北二次选择 你看你选在哪里 选中了就雪赚 没选中了就想想其他办法 就吃鸡和换分选一个 两条路的 剧本给你这样了 那你就打好现在目前的情况就可以了 真的 马尔利这个点一踩导致DT 其他人都换不了位置 完全动不了 这个侧身就很尴尬 防徐换不了 防徐里面打架 头摸手里面一把狗肉子 看DT后面有没有能换到喷子 马尔利在那边遛着 但是他开阴阴阴过来的 他遛肯定遛不了DT的人 是的 但Spaceman他其实也是 就被牵制住了 他这个点肯定要一直 盯防马尔利这个点 太空人都不敢露脚步 你看他在这里面不动 他只能蹭 他露脚步很有可能 就会被悟空抓排点 悟空现在在点人数 SMS啊 马路的分彩 在弱侧的一个位置 等待圈线的刷新 看一下这个南北的一个判定 往左侧切 还好这个城市完全包含其中 那其实城内的互聚 还暂时不会开始 你们就头都炸了 是的 拉到北边贼高的位置 结果一个吸切 开镜看去全是人 不知道他们脸上这个空头 会不会让他们心情 稍微好一点 主要等他落下来 顺便又没了 麻了麻了 哎呀 走了 等不及了 进城了 填霸 从山上下来了 这个也没出可去了 拿到了这个三脚房 然后拿到了这个交战 这局4M控制了 整个小一城西边的山头 以及长辽房啊 优势是有的 而且西边的压力也有 有些队伍会在圈边换分 这样对于4M来说 是外放了压力 反而自己也可以抽抽把 对自己小童 小童这个位置 有机会能接车 贾越斯车速很快 而且有一点反复的定性 撞石头了小玄子 只能靠自己硬跑 因为PIG在等他 哎呀 交扬 最近撅拔确实有一手 觉得很快 而且他都是隔着挺远的那种拔 是的 他不是一两百米的拔 还是会抽啊 不救了 救不了了 小鹏不想让人头被K 再给CCG压力 但CCG看分就在脸上 完全没有退路可言 还是给交养补了 是的 SMS有点无数可去了 又是一个小过年 4月成功造成一个寄到 但人头被K了 是小虎K的 很气 这个厕所就是最后的点了 最后的归宿了 是的 这没处可去了 而且这个厕所的朝向也不好 这要是4个人的话 会给HQ一些压力 就两个 这个信息被点名了 SMS后面很难玩的 RBS和HQ做邻居 已经做了三个圈形了 反正他这个信息是一直知道的 就是前点有一个这样的队伍 一直存在 然后也没有吃到右上角的信息 两边反正就是唇齿相依吧 先等着吧 对 就看圈把谁刷出去 是的 就是下一个点就可能是 正好切到圈边 然后两边就要打了 那很有可能抢一个山头 是的 他们俩这个竞选的顺位 和选点的关系差不太多 现在还能够 看下4阶段 怎么说 往北走了 STG吃到了一个回切 这个回切很关键 而且中间不太好待人 是的 他正好 这个地形是属于有几个 比较高的点位 然后中间的那个马路那一侧 是一个很平的低点 所以说几个山头的队伍 比如说像4M这个点 踢进的点 其实能吃到一个比较不错的信息位 4M这个点的话 是有比较好的一个扛压位 然后有防驱 然后天霸这一侧 要直接往这个坡上去顶 拿住了这一侧的一个山头的一个高点 4M直接回到藏条房了 把这个山头让了出来 因为这个山头南边要接驾 吃压力被劝了 在四阶段人数这么多的情况下 很容易掉人 抬去更稳的方式 对对 M1波接车 超级泡泡 超级泡泡 出手了 这一波分数拿到了 而另外的CG直接选择过来清点 刚刚SFCC是吃到了的 到了厕所的位置 这个车是直接拉开 没停直接扎了 这波直接扎了 就这个分也不拿了 看能不能抢更好的点位 对的 全新刷新 悟空也是抓到了机会 击到太空车以后 直接潜压地狱器被淘汰了 往这个马路中先坑 这个坑来的有点稍微有点早 趴着吧 就把车拼一个正方形 往里一趴 就会显得有点被动 这个点 等决赛圈 耀岩一辆车都快开到对手脸上了 再丢雷 对手是一亮烟 先打了一个 往这个坑里灌雷 SFCC已经是被补掉了 但这里面还有一个 这个信息有吗 没有看到 看到了 没问题 再排高点 林树一直在看着 所以DT也没办法操作 移上来又是一个D的位置 这个点 用雷用闪 打得完全抬不起头 龙将军再打一个 天霸这个圈边控制 打得很漂亮 只剩最后一人了 开车直接溜了 没跑了 车翻了 诶 单听一下好像正好是绕到了反坡 能不能找机会再往圈内行进一下 另外一侧是STG跟Pero 呃 圈边的一波护卡 Pero往前顶 STG的站位近点是顶了两个 波波在远处的夹枪 牛海匹来了 脚左已经往前去顶了 脚混眼 往处混 有些人不知道 这个时候已经听到 脸上脚步声被闪了 往后回退 跟队友的枪线形成一波夹角 12月直接从坡底要反绕 这边能不能找到一些好的视野位 烟烟散了 烟烟散了以后就直接开打了 前点压了一点大把艾流喊了回来 艾流水量都没了 是的 近点其实还是要留人 这个手雷很关键 艾流倒了 波彩又被炸到两颗雷连续的倒人 黄水龙跟马哥的手雷直接出成像 牛海匹已经从背后出枪了 STG被夹在中间了 Pero不好出反坡 也是因为远处有New Happy的枪 一直在打他们 12月瞬间秒两个人 全是头皮 但是12月自己的位置也是积极口外 中皮也出手 12月也没了 看一出来 这边New Happy就疯狂地去开 我投了一堆人 New Happy这不可能上车直接前压了 是的 两个队伍的细节全部吃到 怎么说 收割吗 New Happy在腿再往这个附近来 STG只声波波一个 南娜还在隔壁抽了HQ HQ跟RBS都要打架了 南娜突然出手 4M也出来劝架了 走的是Pero的背后 小推倒地 4M已经拿到了7个淘汰了 因为正好他这个防区被刷走了 他能提前把这个圈边左侧这一带清干净 他这个位置上可以去 要防守天霸了 天霸看到4M出去圈架以后 直接全员上车 开始撞天霸 帮上防区了 4M这个房子 南边直接被顶过来 顶到近年脸上了 而东边打得也是不可开交 因为天霸要把这个点作为起推点 他要从这个方向开始推 SMS的人不是很多 但是悟空点位很被动 ZYK雷已经出现成效 他马上没得倒地 悟空在坑里也很自闭 这个坑位比较难操作 HQ的枪线是完全展开的 由于悟空的点位正好锁在了这个反坡中间 4M的话是成功回防了 那小鹿倒地 啥时候想找机会直接进来救援 但是这个星期被吃到了 会不会有手雷扔过来 天霸是直接踩住了长桥房 灵树也是血量不停地在掉 悟空的坑位太自闭了 最终还是被HQ给清掉了 小鹿被扶起来了 那经典副卫文是保持了一个满边的编制 灵树已经没了 但七七和火又把SMS给烧了 小鹿伊斯姐也倒了 这个血量太不健康了 信息拿到了 没有想到17出手了 正好打了一个背身 龙四根踩火了 只能在树后 现在很尴尬露出了小屁股 小北在这个位置想要拿分 他限制了整个天霸的进攻 龙将军跟小海正面一为一 又是明明 没有想到是4M先霉 天霸这个人掉的也挺难受的 New Happy 他吃到了北部的切脚 是的这就来的太关键了 而且即使圈星再往南刷 HQ趁着接驾的时候 New Happy有反扑能踢 是的 虽然这个CG来得有点早 失去了视野 不过南部这个圈是往他方向走的 对的 这个北切之后 他这个坑还挺香的 中边要打架 CG没有人抽他们 还有几乎能上山 还能圈 这才五阶段就只剩六个队伍了 你看六阶段圈行 西边一刷走 CG留一条反扑 圈给到了New Happy 圈局来了 那CG就可以 有机会在东边收一圈分了呀 这天霸还是进不去了 这种拳天霸几乎没法打 又是残边 是的 New Happy的可怕 就是你感觉自己在某某的追分 但是New Happy一转眼又要来一把了 New Happy这局问题应该不大的 是的 他这把如果吃了的话 分数又会拉到第一梯 对他本身是有点分叉的 HQ进厕所了 原刷在高点被抽倒了 HQ一旦进了厕所以后 New Happy就几乎没有什么人 能正面的跟他争一争了 看天霸怎么选吧 CCG这位置后面过点也很危险 因为他必定要从坑里面出来 天霸强行的上来跟小北换换分 看小北这个雷丢的有点近 没丢出去 比力缺一点 这个雷感觉还有机会 这个雷有机会 打了一点点 但是这一波是明明出手 让Luncy哥放倒的 他趁此机会赶紧往里扎 但这个坑要被集火了 他想要天霸淘汰 多获得一分排名 但是他 最后被S拿了 对的 还是淘汰在天霸之前 篮球已经摸过了泡泡 泡泡可以不给分了 怎么说呢 这个石西从强测出来 他这个结果可以接手 毕竟也拿了排名 对 泡这个位置玩不了一点 打药就行了 就不要出来吗 看天霸的选择 天霸的选择 天霸的选择很有可能 决定这局吃鸡的方向 好吧 其实可以考虑不给了 天霸 勇士 冲锋 直接到牛牛面前的反坡 牛牛只有男男一个人在断后 在过程中 教养被打下来了 是的 这Q的出手 这分还拿了 天霸只剩一个张德胜 牛牛要支援男男了 CCG找了一波机会 终于能站起来了 那个坑真的超级自闭 他们就是在等这样的圈形出现 只要把西边刷完了 他这条反坡就都能玩 但CCG车还能不能动 把车带上 这个决策权还有得玩 这次应该是好排的 带了一些投注物过来 看一下这个关键手来 能不能快速清理 祭司出去被火烧到了 火是没烧到厕所内 祭司很尴尬 跑出去被火烧了一拳倒了 是的 要新直播厕锁的话 会给到New Happy 一个足够的去拉位置的时间 对的 他们在处理肾了 三个人前顶的 张德胜在眼里面硬混 CG把要吃的话 那肯定是要速攻 这把手雷 直接一波双响4打4了 肾的话 会拖延一定程度 New Happy的一个进攻时间 但是高打低 没什么问题 在眼里面硬混 New Happy沉着冷静 在等 但是同时也是CCG的机会 CCG全员顶到近点 并且索菲亚还有车 怎么New Happy选择往回撤 全行往西边去了 两支队伍就抢一个反坡 就打这个位置 New Happy不想让这个毒狼浪费太多时间 先把位置往回拉 留了难的就把屁股给清干净 还成一颗火 是的 深的化石补了好几颗烟 去延缓自己的生命 但最后的结果 应该是颇改变的 对了 看张德胜会击到谁 CCG也在排他 活得非常的艰难 半重矚目 8人都盯着 心想大根本怎么还不拿起来 还等一个两边 正好接触的时间 这个被烧到了 被烧到了 又是白 真的 全家桶吃满 又给满上了 再来一颗 继续续 还有烟 又补了一颗烟 旁边有焦羊的包 中场就要个暂停 比如说他的这个毒狼的出现 也是有点延缓了目前人的进度 对的 这个HappyCG还是把目标放在他的身上 会不会有人利用这个毒狼做一点文章 有点难 因为他刚好是一个山脉 组绝了战队南北两边 被摆到了 张德胜想要最后一搏 放手一搏 被发现了 开不了枪 给到篮圈了 给分了 尽力决 好四为四 双方其实都是用了大量的道具 来去清理这个毒狼 那么正面这种反坡作战 道具的破点 会比较艰难 难难还需要过点 CG的点位踩的是比较高的 NHP是利用到一条反坡 想要完成操作 Sofia的位置 在动车 这个信息也被幻神听到 那阶段八的时候 Sofia要跟队友集合 这个过点 出点式 就完了 Sofia往西边去拉 还是挺大胆的 哎 先打到一个中平炎 这波平炎倒了一条反坡 倒童也倒了 南南在找机会 打了一个有数当掩体 第二个有反坡能力用 先补人 19颗子弹也够 更稳一点再换一下 三打二了 看南少正面能不能顶得住啊 跟南南的一位一 南南没掩体了 南南洗头了 只剩山后的Sofia 单打一 周品让队友别急 南南就架着 两个人已经摸近脸了 明明跟着 幻神跟周品 幻神的明明两个人的配合 看身上的雷火 还有吗 有闪 Sofia秒离个 再Pick 我会让你再拎了 有可能 我会让你来 我会让你来 跟着 你再来 我会让你来 你也会来 不愿意 你也会让你来 我会让你来 好棒